诸位大德同修 大家祈祥阿弥陀佛 我们好像很久没见了 抱歉 刚好课程停了两个星期 因为刚好这段时间 在台湾极乐寺 还有香港 我的教育协会 都有主办 我们师父上人 元吉两周年的追思会 我想 传统文化 的核心 是孝亲尊师 我们所教导的孩子 他孝亲尊师的根 能够真正扎稳了 我们相信 他一生 这一生 智慧 会不断挣扎 因为孝亲尊师 开发他 心地 无量的 保障 这个无量当中 就有无量的智慧 无量的得能 还有无量的福报 我相信我们每一个老师 都希望 我们所教的学生 是有智慧 得能 福报 这是我们 希求的结果 种什么因 孩子才有 怎样 这样的人生 成果 我们得把因 找到了 从佛门 地藏菩萨 表这个法 开发 心地 保障 我们看到 整部 地藏经 孝亲 尊师 贯穿 始终 我们 儒家 强调 百善 孝为先 跟佛门 完全相应 所以大臣佛法 在神舟大地 大放异彩 那儒家 孝的 表率 二十四孝 第一 大顺 我们看到 中庸说的 顺其大孝也余 得为圣人 尊为天子 富有四海之内 中庙享之 子孙保之 还有另一句 无为而至者 这个都在 中庸当中 其顺也余 这个是论语的 攻击正南面 而已 顺其大致也余 他有 很高的智慧 顺好问 而好查 而言 影恶 而阳善 择其两端 用其忠于名 其是以为顺乎 我们看这些句子 彰显了 顺势有 大德 还有大智慧 还有大福报 得为天子 富有 尊为天子 富有四海之内 有大福报 从哪里来的 从孝来的 那师生 师徒如父子 刚效于佛 常念 时恩 那我们 希望能开显 学生的智慧 德能福报 那首先我们要以 身教 来启发他的 善根 孝清尊师的善根 所以在 这七八月份 我们两地 都在办 甚至也有 其他的地方 都在办 老人家的追思 我们的会命 来自于老师 来自于师父上人 那我想 在这样的时机点 我们教育当中 礼记学记的一段话 应该我们每一天 都会在教学现况 运用上 静于未发 之为愈 预防法 让孩子 先建立正确的观念 不要被忍污染 当其渴之为使 即使法 不灵结而失之 之为训 这个是 循序 渐进法 我有遇到 同修 比方说 他在向某个老师 学习 他就会感叹 老师好高 我觉得我都做不到 我们从事教学的人 听到了 听是冲 是不是我的教学 有点要求过高 让学的人觉得 好像很难 那他那个很难的心 越强烈 就会障碍他的学习 他会 有点 不敢 向前 为难 所以 像刚刚 有年轻人 他发问问题 我怎么念佛的时候 好像都会冒 这几天的事情 在脑海里 我反而不念的时候 好像还没有这样 那他会念出困扰 假如我们 给他回答 你这样很差劲 你这样很不对 我看他就内伤了 我们一说 你这样很正常 我也是这样 不过事实上也是这样 所以为什么说 一般 我们真的去 例行 一句教诲 比方说 我 我一学第一功夫 要降得 浮躁之气 定 我们有没有下功夫 去降服 浮躁 我们真的去 下过功夫 就觉得降服 不容易 一感觉不容易 不容易苛责于人 所以一般我们苛责 可能 其实我们自己 都还没有下过那个功夫 我们只是理上明白这些道理 不难了 要突破一个习气 那不知道多少回合 所以是非经过 不知难 人的素道就出来了 宽恕 我当时候看配玉片 因为我感觉 红衣大师 这个都是明初高僧 他们的时间宝贵 他留给世间的东西 一定都有他很深远的考虑 大修行人的时间 是有限的 你一体会到他的苦心 你跟他就超越时空了 你体会到他的苦心 他的大慈悲就加持你了 大家现在有没有感觉到 红衣大师的加持 他老人家在极乐世界 给我们放光了 尤其这个 格言别录 大家应该 我们在课程里面 常常会提到这些句子 我刚刚说的 教人以善物过高 你不能要求太高了 当死其可从 不要要求到 让学生丧失信心 寻寻善用 给予及时的肯定 慢慢他的信心起来了 潜力出来了 工人之恶物太严 要施其看受 你看这些句子 都让我们感受 我们在面对他人的时候 要能感受到他的心 感受到他的状态 我们在教孩子的时候 要看着他的眼睛 我们讲的话 他能不能理解 看他的眼神不理解 是不是我们浅词用具 可以再白化一点 可以再降低 让他理解 那工人之恶 虽然你是指证他 为他好 也要考虑到他的承受度 不要批评到他信心都 丧失掉了 要实际看受 我个人感觉 我们所成长的背景 跟几千年的 祖先不一样 以前都是大家族 一个人生出来 可能就跟七八十个人住在一起 多的时候 可能还有一两百 两三百都有可能 甚至于 福建正联 他们家一千人 那生出来 这么多人住一起 他要自私都很困难 那环境没有让他自私 所以老儿上每一次提到 对日抗战最大的损失 把这个家给打得 没有办法恢复了 可是我们又看到 老人家的慈悲跟智慧 又观现在的社会 然后想出了一个方法 叫家文化 企业是一个家 团体是一个家 我们诸位老师 老儿上表演给我们看 我们散学 我们现在 老儿上是遇到 我们民主的一个现况 开出来的法药 那现在我们的学生 他家庭 或者他学业所产生的问题 我们当老师的 可不可以给他开出良方 开出解决的方法 这个老儿上表演给我们看 我们要效法 所以我们从老儿上的表法 体会到 佛法 佛法是圆满的智慧 有佛法 就有办法 好 诸位 忍者 你们相不相信 有佛法 就有办法 假如我们不相信 我们怎么把这个信心传递给学生 我们要建立这个信心 信为道远功德 我们自己的信心没有立柱 我们在教学的过程 会产生很多的烦恼 困扰 因为信心没有立柱 就有怀疑 怀疑是愚痴的核心 就会生烦恼 信心立柱 信心清净 择生实相 实相是波罗智慧 你信心立柱 没生烦恼 你去处理室 你就可以随缘妙用 自己提升 对方也提升 相关的人都提升 这个红衣大师 他这个格言别录 里面有很多人情事理的教导 以前的人情事理 是从大家庭的环境里面锻炼出来 可是现在 你看他们比教授 当时候就有强调 因为工业革命之后 人口都往都市里面 你过分集中人口了 就会产生很多问题 第一个 环境问题 染污了 你看土地染污了 水染污了 连锁效应 因为不平衡了 再来 你看都市化 小家庭 你看整个伦理 遇到新的情境了 你教孝道都不好教了 甚至于都 都在工作了 夫妻都工作了 哇 要死儿童 产生了 其实说实在的 该是你的福报啊 你在都市还是在乡下 他也跑不掉 可是无形 那种竞争 就会让人产生担忧 我好像不这样 我可能 就没有办法生存 所以都市化当中 人紧张的情绪啊 长期保持 所以现在 你看21世纪 最大的威胁 忧郁症 忧郁症是积累好多年了 所以诸位老师 我们要看孩子的眼神啊 能看出他内心 有一些负能量啊 帮助他赶快 把他排解掉 化解掉 甚至于您能有智慧啊 帮助他转烦恼为补体 化悲愤为力量 化危机为转机 那天我遇到一个男孩 可能差不多十四五岁吧 他被 去学校 说他 给女孩子 性骚扰 因为这件事啊 他连睡觉都不好 要困扰了一段时间了 那我们跟他聊 就引导 说啊 你一定要证明给他们看 怎么证明 你学业 你往后的展现 非常好 非常成功 所有的人 看到你这么成功 哎呀 这样的人 不可能做这种事情 把它 转成一种愿力 我要让所有的人 都觉得 他们误会我 而不是陷在那种 被误会的情绪里 当然我也很惭愧 我自己教书第一年当班主任 看到 女同学 长得很高龙 在手臂上 用美工刀 画了好几条 刀 这个 写痕了 我当时一看 这心疼 哎 不可以这样 那时候我阅历不足 我假如 能 看到这个像 就能入目三分 感受到他的心 我可能就不是指 告诉他 不可以这样做 我可能会跟他深谈 了解他内心的苦闷 在哪里 随这个缘 让他感觉到老实 对他的爱 虽然现在 人心里的问题 可能 有 不同的家庭 成长姻缘 可是有一铁药 是所有情况都能治的 所以初世间有一铁药 万病总治 阿且陀药 就是南无阿弥陀佛 老阿上说 这一铁药 四出世间的问题 都能解决 诸位忍者 你们相信吗 四出世间都能解决 南无阿弥陀佛 世间的事也能解决 当然可以 成佛都能解决 世间 老阿上说 芝麻蒜皮 怎么会不能解决 真正老实念佛 心定下来 就有智慧了 你就能想到好方法了 重要的是肯 老实念佛 我 初学佛 脑上都有教啊 我们一句试啊 要想不通的试 哎呀 别想了 越想越伤脑筋了 不想了 念念佛 听听经 你一专注 没有在这些烦恼当中 念那个十几分钟 专注的念 突然就有灵感 把这个事 哎 想通了 哎 想到好 好方法了 女士不爽啊 所以我们也是 随着我们去做了 哎 对老阿上 更有信心 对佛法 更有 信心了 当然人生也要越历 哎 这个 我就有一点 对不起 这个 二十 三年前的学生 都没有给他 及时的关怀了 去了解他的根源的问题 那刚好 我这七月跟八月 感觉我 是我二十一年来 工作强度最高的一段时间 你们有没有发觉 我越来越苗条了 我有点 完成了 Mission Impossible 这部电影 大家看过 可能不大有印象 但是音乐应该有印象的 这个 Tom Cruise演的 是吧 可能 这两个月 见的人 也是我这一辈子 见的最多的 那个前几天在 在香港 一万两千 当然很欢喜 有这些机会 跟大众 来做学习报告 像 我们 跟大众 分享 学习 进攻上人 的道义人生 传统话是 思道 我们要跟老师学习 老师是我们一生 为人处事的 模范 榜样 我做任何事情 就想到 老儿上会怎么考虑 会怎么做 他老人家随时就加持我 老儿上现在 在极乐世界 是清净法身 骗一切处 你打烦恼了 他想加持 加持不上 你一想 他的教诲 疯了 加持上了 所以 这个 见的人比较多 也有一些感触 大家记不记得 我们上次 三个礼拜前 我唱了一首歌 你们有没有忘记 我看你们的表情 好像忘了我唱歌了 可能我歌声不是很好 我唱了 通宝们起来 通宝们起来 笑的都是跟我年代 不会差太远 可能二十几岁了 我看不一定听得过 这是对日抗战 这种爱国歌曲 因为这次回台湾了 刚下飞机 推开 我们刚好去吃中午饭 一推开门 就听到 诚德法师 有人叫我 吓我一跳 就遇到 同道中人 坐个高铁 看旁边的人 嘴巴在动 我观察 可能是念佛或念咒 结果就聊起来了 都是 都是 我们静中同修 而且 跟学术界 关系都非常好 因为 老和尚 在英国创办 英国汉学院 在台湾 成立自善基金会 从07年就开始了 办这些传统化课程 在18年 跟成功大学合作 合作第六年 在成大中文系底下 下设一个汉学组 汉学组 每年收两个博士生 四个硕士生 专门深入汉学的经典 汉学的领域 这个毕业的博士 像大陆的知名大学 也都有邀约 请他们要去教书 因为成大的学术 锻炼 还是比较严格 所以这个汉学 人才培养 台湾也有 那我们说 弘扬要审时 夺势 现在大陆 特别强调 中华文化复兴 所以你去弘扬 传统的这些经典 可能跟他的整个趋势 是相融的 我们要敏锐到 鸡不可思 食不再来 成德自己在21年前 到海口去 假如没有当时候 政府的政策 我要去做也不容易的 大家注意去观察 每一个文化复兴的时代 基本上都有 当时候天子的护士 我们看汉朝 你看汉 这个汉民帝 把高僧请过来了 佛经请回来了 你看唐朝 玄宗大使 那有唐太宗 支持 所以都要顺势而为 去做 所以感触很多 因为老和尚在19年就讲过 缅怀主德 将台湾建设成中华传统文化示范区 金正事实 可是时间已经又过了五年了 继续往后越难了 因为人心要靠文化教育 文化是民主的灵魂 你越早交 就把很多可能沉沦的灵魂拉起来 你拉越多 他们又是更大的力量 可是你让沉沦的人越多 到时候想拉 有时候拉不起来 而且沉传这些老教授的 一生道德学问 也是不能等 他已经八十了 你可能明年 他假如走了 你就没机会了 所以 师长老人家特别鼓励年轻人 八大愿的 沉传五千年的文化 好 所以希望大家 都记住我唱过的歌 那因为我也四年半超过 没有回到大陆了 那也看接触很多 这个一些老朋友 那很多都是 没有见过面 但是很熟 为什么呢 常常常在线上见面 终于 从网友 变成见面的朋友 那刚好 有遇到几位家长 也给我触动比较大 他们有把孩子 而且这个孩子 是自己发愿 四岁 五岁的孩子 自己发愿要沉传中华文化 这很难得 把他送进学校去 可是学校里面 没有依照 老上的教导跟经典 还是待了三年 回到家 压抑了三年 连笑都笑不出来 看到母亲 父亲 都是用瞪的 你看一个发愿的孩子 你看情绪压抑三年 他内在的 不能量 后面情绪 他抒发不了 他能像谁 这样的孩子 不是一个 所以家长们 要冷静 首先第一个 一个孩子 要培养成才 家庭教育是根本 要让他有 比较完整的 家庭伦理的人格塑造 这是不可或缺的 这个话 是老儿上讲的 家庭教育是根本 好多家长 都是想着 我送到哪一个学校 就万事OK了 这不妥当的 这也不是老儿上教的 学校教育 是家庭教育的延续 社会教育 是家庭教育的发展 宗教教育 是家庭教育的圆满 这些话 都不能够忽略掉 我们一片好心 要培养孩子的老师 也不能忽略掉 老儿上这一段话 不然会好心 办了坏事 我们要理解 孩子内心的痛苦 理解万岁 回来根本不愿意 跟父母讲话 花了七年的时间 孩子的整个心 打开来了 回来不愿意念佛 不愿意读经 小孩没法理解 为什么成年人 是这样对待 他们 所以我们不能 打着传统化的名 可是我们都是控制 要求 孩子回忆 同学们一起坐在桌上吃饭 老师 对一个同学 好 你犯错 来出来 就让这个同学 在那里自己扇耳光 你说其他的同学 饭怎么吃得下呢 而且孩子说 这种情况 常常都有 那孩子怎么会不压抑呢 那同学被这样处罚 又不能做什么 难怪老师要及时 讲一个主题 就我们的篇 叫传统文化老师 应该具备的数字 我们觉得这个行为 很夸张 我们说贱人恶 其内心 我们或许没有这么夸张 可是我们在做什么事的时候 我们感觉得到 现场孩子们的内心状态 这是我们老师 可能要敏锐的地方 不然有可能 我们的那个动作 会成为孩子内心的一个阴影 所以老师要柔软 柔和直指 设身得安 所以刚刚跟大家说完 所有事 这个出世间 有一铁良药 阿且头药就是 南无阿弥陀佛 这个万德鸿鸣 能灭重罪 可以啊 倒归极乐 那世间有一个阿且头药 就是爱 不管他前面受了什么伤 只要持续给他爱 就能慢慢抚平他的创杀 所以当时候我也是对他的父母 树然其境 没有丝毫 指责 慢慢 孩子的心就打开了 所以他说最近 刚好 孩子回来 邀请他做三十信念 做一死 孩子答应 跟着一直念 孩子也哭得痛苦 这个痛哭流涕 母亲也是痛哭流涕 所以以后 面对重要的因缘 不能冲动 一定要了解清楚 这个环境 这个学校的情况 不能说 这个老师好像 在老儿上身边出现过 不能这样判断 老儿上 他慈悲啊 谁愿意清静 他给大家机会 至于清静过的人 有没有依照奉行 那这个是我们要会判断的 那这个是我们要会判断的 那刚刚跟大家提到 礼记学记这一段话 其实我们每一天都会用得上 当即可之为实 不灵结而失之 循序见静法 这位训 相关而善 这位谋 引导 引导孩子 互相学习 那我们遇到七八月 刚好是老人家圆集的日子 办的一些纪念会 那我们虽然是在线上 那也可以我们一起 比方 诸位忍者想一想 你在教学当中 曾经有没有 在 你的教学现场 突然 想到老儿上哪句话 你就用上了 或者想到老儿上的哪个做法 哪个示范 你马上就有灵感 去做了 这个就是老儿上的教学 成为我们教师生涯的榜样 不管是他的言教 还是身教 看看大家有没有 愿意做法供养 假如没有 只有两种情况 一种是你谦虚 一种是真的没用上 那老儿上 就不是太在自己的心中 老人家在心中 应该常常会浮现出来 这是第一 看大家愿不愿意分享 这个第二 第二就是 我们这一段时间的教学 或者修身 修行 有什么问题 可以提出来 我们可以互相探讨 或者再把第一个问题 再延伸一下 你在教学的时候 因为我看大家的眼神 好像没有要发源的眼神 所以我要再调整 看到大家的眼睛 有点亮了 可能就比较有深意 可以做 比方 你在教学的现况 想到孔子 想到佛陀 或者想到你的老师 这都很好 想到你以前的小学老师 中学老师 还是大学老师 这个都是很宝贵的分享 不然都变成我一眼场 也不好 大家有个交流 还是说 这段时间 我们的课程探讨 大家有什么指教 也很欢迎 或者 有没有那些感悟 也欢迎大家可以分享 或者 这段时间 您参加老师 追思会的感受 你讲三十秒 一秒 一分钟 两分钟都可以 大家以前 坐在台下的时候 最怕的一件事是 老师点名 是吧 大家有没有曾经害怕过 那我想到 己所不义勿施于人 所以还是不要让大家 有没有哪一位忍者 愿意分享 可以举手 或者直接把麦克风打开都可以 你们不能逼我点名 因为 因为 这个 这段时间 因为 我们学圣教 重视的是悟性 不是知识性的记忆 你看 记问之学 不足以为人师 温固而知心 可以为师 那这个话对我们就很重要了 那悟性在哪 悟性在我们接触每一个人事物 很自然的产生感悟 体悟 这是很自然的 假如今天我们已经快八点了 今天也快结束了 想一想 想一想 我今天 我今天 睁开眼睛到现在 好像也没什么感悟 你接触那么多人 那么多事情 事物 都没有感悟 那我们可能处在 比较压抑的状况 比较可能心上有一些烦恼 就会藏住我们的悟性 不然应该你一接触什么 你哪怕听到一句话 你都会 会很自然的产生一种领悟 有请黄老师 尊敬的法师 还有各位老师 大家晚安 因为墨学就抛砖 引玉一下 先戴个桶 然后墨学想就 这几年来学习佛法的 一些心得 跟大家做一个报告 再请大家指教一下 然后墨学有 就是自己做了一些心得 有三点 第一个觉得修身为要 在大学上说 自天子以至于素人 一事皆以修身为本 墨学之前在还没 学起传统文化之前 如果看到家人 或是朋友有不对的地方 他们会批评我 我也会批评对方 所以气氛就会变得很不好 然后慢慢地将 礼让 谦让 忍让 这种态度 记起来 然后运用出来 那也想到师父上也说 要打不还手 骂不还口 因为持续有这样做之后 就是对方也不会二言相向 真的体会到心有不得 反求诸己的重要性 而且要把一切念头 转为阿弥陀佛 转为敬念 所以觉得修身是一切做人的基础 这个是第一点 然后第二点就是 墨学觉得要 依重靠重 因为自己懈怠的习性还很重 所以一定要为自己 创造一个精进的环境 例如说就到学校上课 备课 就会比较专心 不会去滑手机 然后像要参加一些课程 像我们这个一条桶的培训课程 或是其他的课程 有去参加的话 就会持续接受圣教的熏陶 这是帮助自己精进的一个好方法 然后第三点要去主动做一些服务 比如说看到洗手台 有些菜渣 或是地上有些垃圾 就应该要帮它捡起来 然后一些公共区域的东西摆放乱了 我们就要主动去整理 看到人应该就要主动去微笑打招呼 做这些事情可以让自己拓开心量 也会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美好 总而言之 学习佛法跟圣贤教育 我们知道理论之后 还要将它在日常生活中实行 然后很感恩有这个机会来学习 传统文化 而且有这么多的老师的指导 然后同学的陪伴 我觉得自己是一个很有福的人 感谢大家 阿弥陀佛 谢谢黄老师 黄老师很祈福 所以他的福气就越来越多 所以他看起来就是有福的人 比我有福报多了 那我们刚刚刚说到了 人的悟性 他会在接触一切境界的时候起作用 所以刚刚我们黄老师就给我们表演 他刚刚看到这个情境 他就感悟到必须 抛砖钻引玉 这个就是你在应对这个境界的能力 好 那他提的第一点 是修身为要 修身为本 君子物本 本利而道生 他也关照到 以前假如是都是指责对方 那结果就是互相指责 他也感受到那个看不到的气氛 《达猫祖师传》这电影挺好看的 这个里面有一句话叫 看那看不到的东西 你看这无形的气氛是存在的 人心的象背是存在的 可是好像不一定有具体的动作 只要用心的人就能感受到 推开家门 我们家是什么气氛 推开教室的门 我的教室是什么气氛 学生 是很欢喜的推开了这个门 还是心不甘情不厌的 推开这个门 那这样他的学习效果 差别就很大了 好 再延伸开来 推开校门 我们的老师跟学生进来 是什么心情 好 那他有学到 他在处事当中把老阿尚教得用上了 打不还手 骂不还口 一个巴掌拍不下 所以会吵起来 叫半经八粮 半经八粮 半经八粮 你们看我的嘴型就知道 没讲闽南话太久 讲这个普通话都要卷舌的 你看一下子要转换频率 念闽南话 就 不是这么练 不是很顺畅的 这就是一种习惯 遇到故乡的人 要来几句故乡话 不然到时候都 讲不清楚 讲不顺了 好 一个巴掌拍不下 是对我们是很好的检验 第二要依重靠重 大家有没有想到 怎么对峙玩手机的方法 我们随喜我们黄老师的法供养 法布施的聪明智慧 人世间所求 不离因果两个字 修因才能得果 我看这个林文利老师笑这么开心 下一位您准备一下 你应该是有所领悟 我应该不会看重 笑得很开心 不会没什么领悟 笑得很开心 这个心形是一如的 是吧 好 我们听到好方法了 一中靠中 是吧 你在一起学习了 你在那滑手机也不好意思 这个方法很好 第三 主动服务 那 真的就感觉 每一次跟大家一起学习 我也是一重靠重 我也是做一点供养 我就不会去滑手机了 我就不会胡思乱想了 你都做 付出的事情 做提起正念的事情 你的烦恼妄念 坏习惯 自自然的慢慢慢慢就越来越淡 所以很感谢 大家 给我这个服务的机会 帮我调伏妄想 尤其跟大家交流的时候 一个妄念都没有 为什么 你一起妄念 你就不知道 刚刚讲了啥 你得要全神贯注才可以 所以我记得以前 听老师讲 所以有人说他是爱讲经的法师 这个有一点 可能有一点批评的意思 当然 首先 老和尚是效法师加摩尼佛 你说老和尚是爱讲经的法师 那佛陀也是爱讲经的法师 他老人家在经典里面 也没有说 哪一天 今天是元旦放假一天 没有啊 我看佛陀除夕的时候 带着大家 总结一年 自己先 带头反省 也没有放假 没有放一天假 再来 再来老和尚说 他是用 讲经的方法 对治妄念 我们修行就是为了克制妄念 克念做圣 那你要想方法 那你要想方法去对治 那这个部分就要靠自己 师父领境们 修行靠个人 老人家讲的经教 包含 包含念佛 读经 听经 这个都是对治的方法 问题是我们用哪一个比较得力啊 那个只有自己 去观察 去做 去体悟了 每一个人不会完全一样的 所以是用讲经就没有忘念经来 所以这个对治啊 都要靠自己 想到相应的好方法去调伏 包含对治这个玩手机啊 那这个别人也帮不上我们的吧 别人可以给我们一些好的建议 我们肯不肯马上去用 其实 手机只是一个外源 格言别录又来了 所以我感觉这一部书好啊 谈问题啊 谈得彻底 凡为外所胜者 皆内不足 你会被外面的东西啊 把你控制住了 你做不了主了 因为内在的正气 内在的怨力 内在的志向 不足 不明 你不知道人生的志向是什么 当然就会容易 戳头光阴了 凡为 邪所夺者 被邪的东西 所污染 所诱惑 皆正不足 内在的正气不足 所以我们要互念自己 我们要互念孩子 这两句话 就给我们很重要的指导了 这是从根本去解决问题 当然现在处理问题 也要标本 同时下手 现在都要双管齐下 甚至是多管齐下了 忧郁症怎么解决 身心灵 全面 去改善 才行 好 那这个黄老师提到 主动服务啊 我看他 每一天不是日行一善 他举手之劳 他只要看到了 他都愿意去协助 好 那一个人的福报啊 每天有加减乘处 这个我们都可以讲给孩子听 所以福报不是定的 这个了凡视讯呢 就给我们展现的很清楚 比方说我们今天看到菜渣 在公共区域看到这个现象 我们就把它整理整理 甚至于这个菜渣 广修供养 这个菜渣变成普行行 把这个菜渣移到草地上去 供养福萨 劝发菩提行文说了 福萨关于楼椅 福萨看到蚂蚁 皆是过去父母 未来诸佛 未来诸佛 菩萨看众生 没有着相 看一切众生 都是佛菩萨 生活的一个小细节 你善用心 你都在法喜当中 但是假如我们今天看到公共区域 我们视若无睹 那我们的福报就减了 我们主动去服务 我们的福报就加了 假如我们去做这些事 我们的心量很大 替天下人着想 孩子在开水龙头 他会想到 全世界很多地方缺水 我不能浪费 那你说这个孩子 他的福报有可能在沉 他心量大 这都要靠父母老师引导 孩子年纪小 越小越好教 先入为主 假如他很自私自利 去伤害别人 言语刻薄 可能就折掉他半身福报 那就是储欧 这个 再问大家一个问题 大家有没有在教学的时候 你在面对学生 突然有一个灵感 看到这个情境 想到 这个时候要结合弟子规 里面的句子 来引导孩子 来抓住这个机会点 那这个我们就是把学的经典 用在我们的教学 或者太上感应篇 诸位老师 千万要有人 回应这一题 不然我今天晚上就睡不着觉了 你们要日行一散 是吧 我们弟子规 刚刚交流结束 几堂课 有没有哪个忍者算过 我们弟子规 讲了几堂课 我看有超过四十几吧 有没有 应该超过 假如超过四十几 大家都没有用上 我可能要引救辞职了 浪费大家 几十个小时的时间 讲完了通通用不上 那这个我今天晚上 我就打电话给胡总 这个对不起这么多老师 这个不能再干这个 造业的事情 好 那这个黄老师最后讲到了 你理论要去实践 这一句话非常关键 修行 为什么不能提升境界 很可能出在解行不相应 这个也是弟子规交道 不立行没有行 但学文 就只有解 没有行 长浮华 成何人 我最近也感触完 因为 有一些朋友 十几年没见 他也一直在讲学 我以前 我以前也曾经听过 一些修学很认真的人说 红法是一条险道 我现在走了二十一年 看看旁边的人 真的 不容易走 难怪老和尚说 我们这一辈人 红法比他难十倍 百倍都不止 感触什么呢 我们在这个讲课的平台上 本来人与生俱来 就是四大烦恼 长香水 所以这个我慢 就是其中一个烦恼 那 孟子又说 人皆好为人师 所以 讲台上 假如我们自己警觉性不够 那我们都是讲给别人听 我们自己 习惯这样 我们的行其实也很有限 就习惯去讲给别人听 这习惯养成 有时候不知不觉 你听任何东西 都是为了什么 都是我讲课的材料 这样解形就不相应了 那这样在讲台上 就会越讲 都是讲别人 看别人 慢性开始挣扎 那我印象很深 这个是15年前 一位同修 他嘴角是往上仰的 很柔软 结果讲学了15年 现在嘴角是往下翘的 往下降的 脸上没有笑容 而且 蠻刚硬的 我就触动说 哇这个慢 傲慢是称慧的核心 傲慢是称慧的核心 所以慢性一增长 哇你整个脸就越来越 刚强 自己不知道 所以人在变化 是不知不觉的 那因为都在讲 讲课给人家听了 又听到很多赞叹 那谁还敢讲我们 当然 刚好有缘跟他们相聚了 我也得暗示暗示 互相互面 包含也提醒 因为也看到 因为接触了 平常看他们可能是 他们在讲课 人家传短视听 他们在讲课 私底下处事的情况 我也不知道 结果他们来了 跟我住几天 我就提醒他了 我说你台上看起来 震惊八百 怎么台下这么不成熟 举止 轻浮 浮照 你不是把讲台当作表演 上来 一个样子 下去另一个样子 你又不是演员 讲学最重要是真诚心 你怎么变成演员 你要沉于中 行于外 你的一言一行 要真实心中 流出来 老话上说 讲学 百分之九十 是真诚心 他可能就提到了 听我讲过课的 五千人 我说听你讲过课 五千人 离开的多少人 离开的假如 因为你没信心的 这个因果你要不要背 你不能看到像而已 看事情要入目三分 不然会骗了自己 又骗了别人 经历过事情 都要认真总结 我们团体的流动率怎么样 我们讲学 你好像看很多人来听 持续听的有多少 不能自我感觉良好 都看不到自己的问题 好 谢谢黄老师的分享 所以最近这几个月 砍触比较大的 也是 是论语说的 博学于文 这个是结 约之以礼 这个是行 一定要落实在 礼在哪 礼在五轮的相处当中 每天的生活细节都是礼 父母呼 应勿还 这个都是我们每一天 在 轮常 相处当中 的一种礼静 的行为 礼 那 义可以服 盼以服 盼是偏 就是解形僵硬 才不会学偏 我们接触 同修 他也很按要 老和尚的经教 一开口 讲两个小时 不用打斗号 很熟悉 可是呢 他回到家里 跟他太太相处不好 为什么我们大成教里 懂那么多 可是跟太太 做不好 大成教是行菩萨道 菩萨所在之处 让一切众生生欢喜 我感觉啊 夫妻要相处好啊 老和尚说的一句真言 你做一句就变化了 所以这代表什么 我们很喜欢听道理 但是不肯落实一句 才关系没有变化 所以主师提醒我们 千日文教 不如一日修道 你听了一千天没有做啊 那不如好好做一天 更有收获 而且你千日听了之后不做啊 傲慢一定增长啊 那一句真言是 只看对方的优点 不看对方的缺点 这个有什么难 就是个心境啊 当然这也要练了 也不是一练就练成了 一开始也是勉强而行之 是吧 立而行之 安而行之 中庸里面讲的 你会做得很自然的 但一开始一定是勉强的 我们是要去极乐世界的啊 极乐世界是普贤菩萨的法界啊 老婆上说 我们的心形 跟普贤行都不相应 我们怎么去极乐世界啊 每天反方向的走啦 那普贤行第二就是 称赞如来啊 那请问这一句 我们在哪里落实啊 我们总不能落实的说 我先生除外 我家里的人除外 那咋落实啊 你近处都不敢动啊 你怎么去极原则呢 所以儒家为什么说 修身齐家治国 你离你最近的人缘最深啊 那你要珍惜这个缘啊 而且你家里面没有做好 你就给人家讲 人家也不信啊 齐家不可教 而能教人者无知啊 所以不能学偏啊 亦可以服判亦服啊 一定要学一句 用心的去做一句 现在我就想到一句 真心一法不利 那我们愿不愿用真心 因为我们都是成年人 人家也勉强不了我们 人家一勉强我们 要你管 我们可能情绪就上来了 真心说话 想事情做事情功德 不用真心 说话做事 照轮回业 我们想明白了 当然要用真心了 可是真心是一法不利哦 那我们感觉一下 我们今天要去跟一个 学生谈话 心上有没有东西 有没有对他的 成见 有没有 还对他有一点情绪 这个只有自己知道 历世炼心 跟学生谈话 就炼出真心来 我遇到 一个 同修 他说我想去 孝顺我的 奶奶 那可能 他们家 应该经济不错 可能都有请 这个 故宫啊 来照顾 那那个故宫 可能都是啊 什么时间 做什么事啊 都安排好了 所以他就觉得 哎呀 我要进一个孝啊 怎么都不一定 抓得到时间 你看 你在境界当中啊 你可以生烦恼 你也可以啊 练出 三巧方便 练出真心来 境界障碍不了我们 可是我们有一个习惯 这个境界不顺我们的意 我们就指责 这个境界有问题 其实是我们贪顺境 都要顺着我的意思 我才要做 不是我的意思 我就跟这个境界 对立起来 禅宗说 不是风动 也不是翻动 我们自己的心动了 假如你没有受这些影响 你就会去观察 那我哪一个时间段 最适合去陪伴我的奶奶 哪怕只有半个小时 保证你的奶奶 能感觉到 你这一份真心 因为你想方设法 就希望珍惜 陪伴他的机会 所以我们往往经历一些事情 我们可能察觉不到自己的执着 自己的不足 反而都觉得是 对方的问题 比方 另一个同修讲 你看我供养我爸爸红包 我爸爸说 等你赚的钱比我多了 再来供养我 他就很内伤 心里想 我再怎么赚也赚没你多 其实说实在 听是冲 爸爸讲那个是气话 为什么 生气了 看我们学佛的子女 都没有在做事业 他当父母的理解不了 你总找个事情做 看你每天在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好像也没什么进步 所以你要去理解别人 不是要求别人理解你 这法不能用错 不患人之不己之 别人不理解我不难受 患不知人也 应该是要提升自己 随时可以体会别人 所以我就回馈给他了 我解读他爸爸那句话 我说这个是气话 你今天假如好好做一个事业 发展得不错 我跟你保证 你爸爸一定收你的后报 孝顺孝顺 顺很重要 理解父母的心 顺他的意 其实我都感觉 有时候我们这些学佛的年轻人 听了一大堆教理 用不出来 你得去锻炼 难怪以前人说 百无用是书生 我们读书人听了很不高兴 不 不以 不以人肺炎 人家讲这些话 或许 讲得有点夸张 但是是不是也有几分提醒 我们读了那么多书 要不变书呆子了 没用出来 老祖宗的学问是什么 替别人着想 是第一等学问 你听了那么多经 你连人家的心都听不出来 那也没有实质的功夫 所以你读太多书了 没有用 要不变书呆子 要不变狂妄 懂很多理 都看别人不对了 所以修行的功夫在哪里看 不是我们念了多少佛 也不是我们学了多少年 吃了多少年树 功夫在放下多少自私之力 放下多少谈成是慢的喜气 放下多少自我感受 放下多少主观意识 有没有把那一句 我觉得怎样怎样放下 开口都是依经典 而不是依自己的看法想法 好 陈德问了三个问题 最后有请林老师 跟我们分享一下 麻烦这个控制的菩萨 协助一下 Nova 影音組麻煩幫忙解除靜音 沒有他他不行他他那個法師的聲音我們現在也聽到了沒有解除靜音哦 哦 他都靜音了那黃老師也靜音了 我是可以我是主持人說我是可以有聲音 可是學員好像還不行哦 學員還不行 要麻煩一下影音組 林老師你可以按那個解除慢科風嗎 按了 已經解除了 那可能林老師那邊操作 好 有沒有哪一位老師願意分享的 那有聲音嗎 我解除了吧 有聲音有聽到 請說阿彌陀佛 你 有他們 有 好 没关系 没关系 这个我们不能执着 下一次再分享 看还有没有另外哪一位老师 要愿意分享 今天是突破自己的非常好机会 机不可失 时不再来 范雅君老师 你的麦克风有打开了 你可以说一下话吗 范雅是想试试看 有没有声音而已 有声音 您也可以就随缘吧 但是时间的关系 后学可以下个星期分享一个 后学自己觉得很感动的故事吗 当然可以 当然可以 好 那就下个星期 谢谢 谢谢法师 好 感恩 感恩 好 好 这个 下个星期愿意分享的可以举手 我们记录一下 徐家明老师有举手 好 邓老师那个故事可能觉得还要有一点时间 徐老师有没有跟我们讲几句也可以的 好像麦克风 有听到吗 可以了 有听到 有听到 可以了 麦克风打开了 是 陈德法师好 各位老师大家好 阿弥陀佛 你好 阿弥陀佛 最近在授课跟学生分享的时候刚刚讲到 之前的柬埔寨的事件 那所以有跟学生们聊到地址规里面的 多闹场 觉悟境 所以学生也因为这一句话 对地址规的更有深刻的体认 那么也有进行一些更深入的研讨 所以这个都是生活上点点滴滴的教育 对 还有那个 哇 有点紧张 时间上有点不太够 不好意思 先大概 先这样子 谢谢 谢谢法师 好好 谢谢 谢谢徐老师 阿弥陀佛 好 这个我得勤转法轮 您下次还是要把 有用上的感悟的在跟我们分享 那我想 这个是全台湾甚至是好多地区 都很震动的一件事情 这柬埔寨这个事件 而且这个攸关生命 那这些都是很重要的机会教育点 他越早越小 能建立及正确的判断力 他就不会被这些所诱惑了 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所以这些社会事件 我们老师们都要掌握住 当其可知为时 给予学生及时的教育 那他整个事件 所有问题点 他都能够探讨思维出来 那孩子的整个思维能力 也从中在训练 好像 还有一位老师 林老师 好有请 可以了 有声音吗 可以了 请说 有声音吗 有了 有了 法师好 同修的师兄师姐 大家好 我墨学这边简短的分享 三个小故事 因为刚才有听到 真的法师有讲到说 孝顺 孝很简单 可是孙其实真的很难顺从 那我只是想要分享就是 因为我现在搬离家里比较近 离我的父母比较近一点点 娘家 所以 很希望可以常常带着我的 就是父母外出 就是很放松心情 可是 我的爸爸比较 就是现在话来讲 可能比较窄一点 所以他每次被我邀请要出门 就会不开心 后来就是 像刚才法师说的 我们理解他的想法之后 然后确定了 他真的其实不是很喜欢出门 后来我的转变就变成 陪伴 爸爸在家里 那在家里的时候 他就变得特别开心 常常会分享他种的菜啊 水果 然后药物带回来 然后我发现这样的转变 其实就像 我们都会以自己的角度去看待 我们想做得更好 可是殊不知其实 可能父母或是我们的对方 他要的是比较简单 他不需要这么多其他的做法 其实他就可以很满足 所以我觉得这个转变对我们的关系来讲 其实我觉得改变很大 那第二个就是我跟先生的关系 就是刚才那个陈生法师在讲夫妻这边 我也是一直笑 不过 如果我们就只看他有点这件事情 因为我们在学 就是佛法 就是在学生活 所以像看到蚂蚁跟蚊子 其实一开始我先生不相信 他们听得懂 所以后来我跟先生的沟通之后 现在我们家里看到蚂蚁 我先生都会说 蚂蚁菩萨 我们家的猫饲料 狗饲料很喜欢 那我多送点给你 你要多好 不然我们猫狗可能会踩到你 后来之后 真的是蚂蚁的 走的那个路线 就是开始沿着边边 越来越少 所以我们家蚂蚁就变得非常非常少 那另外一个是 我们家有时候有一些蚊子会来 那我先生一开始不相信 后来他真的也会跟蚊子说话 说了之后呢 他可以徒手 抓到蚊子 或者是蟑螂 然后把它放出去 蚊子真的会静静的等待 所以我先生现在 他的同时都知道 他就是 如果有这些小虫子啊什么的 都会叫他去 然后他会帮忙处理带走 然后让大家不会去杀到他们 对 然后第三个是分享 我在学校 面对学生的一个小故事 那个学生就像我们在跟 刚才成人法师有说 我们对他们说话的时候 会有情绪 会有偏见 那这个学生 他是我们上公司的一个 小小的公读生 只是他 他可能没有像其他人那么积极或财因观色 那虽然他做的不是很好 但是我们在某一次的会谈当中 我自己有抛向那个层见跟情绪 我有询问他这些 做出来的行为 到底是为什么会跟别人差那么多 因为毕竟都是大学生了 那后来我们用聊天的方式 然后才知道说原来在他家里 他的父母对他的教育就是 只要他不要出任何就是差错 其他的都无所谓 甚至这个学生他不会绑鞋带 他不懂怎么打扫 他也不懂什么叫做询问跟帮助 那后来因为我们的主管 就是不希望有 就是不积极的学生 就是任用 所以我有跟学生说 我们试看看先改变 接下来的状况 那我们至少先把自己的态度 学好以后你在其他地方都用得到 那接下来 下学期能不能继续任用 这个我们不能决定 但这个学生在那天会谈之后 他的态度变得非常激进 而且也很诚恳 他也知道下学期有机会 会再继续担 但是有机会也有可能 就是不能继续担任 但他保持他的良好态度 一直到结束 甚至到后来我们还是 就是比较像 就是他没有再继续当 他也是变成 就比较像朋友的关系 然后会跟我们聊天 那我觉得 至少他把这个学期的工作 有完整的有始有终 而且他也学到了 怎么绑携带 怎么去打扫 怎么积极的态度 去询问需要帮助的 然后以上三个小小的故事 谢谢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谢谢林老师的分享 我们看 我们刚刚这个课程过程 听的这些点 好像林老师都有 跟他整个他的生活 不管是他的家庭 还是他的工作 或者他遇到的人 产生这些连结 这些领悟 所以这个悟性是 你随时随地接触人事物 你就会有领悟的 包含你在听听的时候 你也会很自然的 跟你的生活连结在一起 去感悟 第一个 我们刚刚说的 孝顺 孝顺 他就联想到自己 跟父亲的互动 所以不能爱你 没商量 我觉得出去好 你一定要出去 你应该是 能以他欢喜的方式 去爱父亲 这是第一点 第二 这个人还是会不断调整改变 所以他的先生 跟这个 蟑螂 蚂蚁 和睦相处 这个陈德 也是有自己去做过 你对这个真相 就会更有信心 我曾经 我刚好在美农 农度国小 我当时候住校 结果一只蚊子 咬我 我就想到老儿子上说的 人家就为了一顿饭 你就请人家吃一顿饭吗 干嘛那么吝啬 我就请他吃 而且我还给他加菜 加什么菜 加观想阿弥陀佛 放光加持他 我就念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哇他真是也 既然我请得这么痛快 他也很不客气了 吸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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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吸到呢 不能再吸了 整个肚子都大了 他就飞起来 不会痒 你一动啊 反而可能会比较痒 然后他飞起来 就停到墙壁上 停到墙壁上呢 因为晚上了嘛 还隔天早上起来啊 他还停在那里啊 然后我就走过去 在旁边绕一下 没动 他走了 挂在墙壁上 没掉下来 我到现在还不理解 他是啥状况 这个我可能要到 极乐世界去调查 才知道 他有没有往生 这是我遇到的第二个 刚刚讲到 万物皆有灵芝 你用真诚心啊 可以跟他们感通的 你看第三 你看这个孩子 大学生 你可以践踏的过 哎呀那么大了 这些都不会 你也可以真诚去 跟他相处 这叫随缘妙用 你看我们随这个缘 你真诚 跟他交流 为他好 他感受到了 他开始改变了 所以连大学生 成年人 也能改变的 所以天下无不可化之人 但恐诚心为之 我们一心为他好 他感受到了 他都能接受的 好 谢谢林老师的分享 我们今天就跟大家 交流到这里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